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7月19日 墨西哥逝去萨尔瓦多 周一上午,每周金杯分组赛而足有好戏上演 届时由墨西哥对阵萨尔瓦多 墨西哥在分组赛首战爆棱与千里达门战成河 导致球队目前仍未有确保出现资格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墨西哥理应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全力争胜 幸好此番对手是过去7次交锋都未能击败几队的萨尔瓦多 作为萨尔瓦多的克星 墨西哥是一更有希望摘的胜果 墨西哥世界足球排名第11位 他们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 球队历史参加过23次每周金杯 期间11次捧的杯赛冠军 而上一届的每周金杯冠军就是墨西哥 除了周际比赛之外 他们在世界杯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近几届世界杯墨西哥都能够踢入16强 是中北美地区的一支竞旅 球队实力不可小觑 但就是这样一支实力队伍 在每周金杯分组赛的首战 只能用灾难来形容 期间面对弱旅千里达 居然整场比赛狂攻不下 最后以0比0被对手破合 幸好球队及时悬崖勒马 在比赛进程的推动下 墨西哥逐渐找回比赛状态 在第二轮凭借阿尔富尼斯摩利和欧宾尼达的出色表现 带领球队以3比0横扫威地马拉 至此 球队已经连续九仗各项赛事未尝败过 而且当中多场赛事都能够保证不失球 在攻防两端墨西哥都有着较为稳定的表现 要知道目前已经有不少球队确保了出现资格 而作为未免冠军的墨西哥 却未能列入其中 因而他们本场比赛争胜欲望十足 需要力争二组第二支出现球队 另一边乡 萨尔瓦多世界足球排名第69位 球队参加过17次每周金杯 但最好成绩也只是取得过二次亚军 并且年代久远 而世界杯中也只征战过二次 而且都止步在了分组赛 与上述的墨西哥相比 萨尔瓦多的底蕴明显不及权者 不过在这届每周金杯上 球队把握机会的能力不错 前二战面对威地马拉和千里达 球队都很好地抓住了机会 均以2比0击败对手 全取6分的他们因而顺利拿下半准决赛的入场券 笃定晋级的 他们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 相对的战役方面也没有墨西哥来的浓烈 再加上球队过去七次面对墨西哥军吞下败果 可见球队实力与之相比还是略逊一筹 此番与强敌碰撞 萨尔瓦多大概率会提前明金收兵 让球员养金蓄锐为下个阶段做准备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